同学好 这次课咱们聊一聊日本的家庭 日本的女性结婚之后辞去工作回归家庭 成为全职主妇负责家务 而丈夫负责在外打拼赚钱养家 想必这些对于日本家庭的描述 你也有所耳闻吧 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担模式 然而今天日本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那么现在的日本 谁来带孩子 谁来照顾老人 家务又是如何分担的呢 本次课我将跟您一起 从多种角度探讨变化中的日本家庭 本次课首先介绍日本家庭的基本信息 接下来从三个主题 他们是家庭内部决策分担 老人的护理 日本的结婚和离婚 来说说日本的家庭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动画片 本次课 本次课 目が飛び出すっていうのは 有没有 妈妈はどっちですか そうね 主要的家庭的家庭结构是不一样的 海洛小姐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 家里有她的父母 她的丈夫 她的孩子 还有她的弟弟和妹妹 核心家庭 主要包括夫妻两个人的家庭 夫妻或夫妻一方 夫妻一方与未婚孩子构成的家庭 再具体一点 说的话 从这个条形图可以看出 从1970年到2010年 虽然核心家庭是主流 但由夫妻和孩子构成的家庭逐渐减少 一个人生活的日本人越来越多 这与日本的晚婚化 未婚化 甚至不婚化趋势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同时 日本老年化严重 孩子独立 夫妻双方中一方离世 都使得独居老人不断增加 不结婚有孩子的人的增加 和离婚率的上升 也导致日本出现了不少 单亲妈妈 单亲爸爸 这也促使日本的家庭结构 角质过去越来越多样化 以上是日本家庭的基本信息 接下来进入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 是家庭的内部的决策分担 简单地说 就是家庭内部 家务是怎样分配的 首先在日本 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不断增加 这个折线图 是日本女性劳动力的M型曲线 体现的是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从20多岁到40多岁 就业率经历了一个先下降 后又上升的过程 可以看到 1992年的曲线 下降部分清晰可见 到2012年 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 也就是说 在日本20多岁至40多岁的女性当中 有职业的女性的比例 比20年前增加了很多 当然你可能会想 是不是所有国家的女性劳动力都差不多呢 请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一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力的比较 可以看到 日本的M型曲线是比较有特点的 另一个比日本还明显的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呢 对 是韩国 而男性的就业率 没有这种变化 相对于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 还有一个阶层 它是全职主妇 这个折线图显示了日本双职工家庭 和全职主妇家庭 数量的上升和下降 全职主妇阶层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雇佣劳动者的增加而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 全职主妇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但是随着女性意识的变化 以及企业对女性劳动者的需求的增加 加上男性劳动者的雇佣 不稳定等等因素 越来越多的女性 走出家庭 进入社会 于是夫妻二人同时在外工作的家庭 也在增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后半以来 日本全职主妇的人数 开始逐渐下降 在中国 很多人会请自己的父母来照顾孩子 但日本人则更希望自己来带孩子 当然 由于核心家庭化的影响 不与自己父母同住的年轻夫妇增加 对于他们来说 很难拜托自己的父母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因此 当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时 需要把孩子送进保育机构 或者妻子选择能够兼顾育儿的工作 很多女性为了维持家计外出工作 同时又要照顾孩子和考虑到自我发展 可以说 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多重压力之下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家庭 开始把孩子送入保育员或托儿所 在日本 对于男主外 女主内 这一传统观念 持否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多 日本政府为了创造便于女性工作的环境 颁布了育儿休假制度 然而 在孩子满一岁之前 父亲一方利用育儿休假制度 取得休假的比例 2010年的时候 还不到2% 也就是说 一个家庭中 妻子边工作边做家务 照顾孩子的家庭内部角色分担模式 仍然没有改变 这个表格统计了双职工家庭 夫妻双方在家务育儿方面所花费的时间 可以看出 1991年一来的20年里 妻子一直在照顾孩子的同时 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这里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她记述了奔忙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妻子的一天 5点起床 24点睡觉 期间一直忙忙碌碌 可以看到 不得不兼顾工作和家庭的日本女性 负担很重 日本的老人院和护理设施 相对而言比较完备 但是现阶段仍存在 护理设施不足够和费用较高的问题 日本仍然处于以家庭成员为中心 进行护理的阶段 全国范围看 护理者是同住的家庭成员的占到六成以上 而同住的家人中承担护理工作最多的 首先是被护理者的配偶 其次是被护理者的子女 女性护理者占七成左右 而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60岁以上的护理者均超过六成 也就是说 在日本 女性是护理者的主力 老年人照顾老年人的老老护理 正在增加 接下来 咱们说一说日本人的离婚和结婚 首先在日本 晚婚化和未婚化趋势明显 从1970年到2012年 男性的平均出婚年龄提高了四岁左右 女性的平均出婚年龄提高了五岁左右 结婚年龄的提高 与大学升学率和女性社会参与度的提高有关 同时也是日本社会少子化的原因之一 20世纪70年代 前半叶之前 日本男性的未婚率虽然呈上升趋势 但基本比较稳定 但是70年代后半叶开始 随着日本晚婚化的发展 日本人各个年龄层的未婚率都在快速提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 其中需要关注的是终生未婚率 也就是50岁时的未婚率的提高 终生未婚率的提高 表明日本全民结婚习俗正在瓦解 2010年 日本男性的终生未婚率是20%左右 女性的终生未婚率是10%左右 也就是说男性中 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终生未婚的 女性中10个人中有一个人不结婚 离婚率方面 1960年之前 日本的离婚率是在降低的 那之后日本人的离婚率逐渐上升 到2002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离婚率的最高点 但是从世界范围看 日本人的离婚率并不是很高 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 在71个国家离婚率的统计中 日本排在第36位 韩国的离婚率上升 排在第17位 是亚洲国家中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2012年的离婚率 是千分之1.8左右 比韩国低 但是1998年 中国的离婚率只有千分之0.95 比较来看还是上升了不少 日本人离婚的原因 男性和女性之间有很大不同 首先不论男女 离婚原因第一位的是性格不合 六成多的男性和四成多的女性 都列举了这一点 相比较于男性 更多的女性将家庭暴力 异性关系 不给生活费 以及精神上的虐待 等列举为离婚的主要原因 好 再来关注一下老年离婚 所谓老年离婚 是一种经过了多年的婚姻生活后 以离婚告终的现象 多指结婚20年以后的离婚 近年来 日本老年离婚数量呈上升趋势 约占离婚总见数的20%左右 老年离婚的原因多种多样 其中妻子对丈夫退休后的生活状态不满 以及长期积累的夫妻双方 对婚姻生活的不满 还有核心家庭化所带来的 对离婚抵触情绪的下降等等 都是老年离婚的原因 以上 我们从日本的家庭结构 女性的社会参与和家庭内部决策分担 老年人的护理 以及离婚结婚等角度 探讨了变化中的日本家庭 本日は日本家庭について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これから北京柿大学日本人教師 藤川先生にお話を伺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先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先生はおふるさとはどこでしょうか ふるさとは南の方でして九州の熊本県ですね 先生は何年生まれですか 1983年生まれです 先生はどんな環境でどんな家族で生まれ育ったん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 私が生まれ育った環境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典型的な各家族というもので 兄弟は私と兄が一人 そして両親と一緒に暮らしていました 祖父母はいません なるほどわかりました 先生と先生のお兄さんね それからお母さんと父さんと一緒に 各家族の中で生まれ育った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なるほど、幼稚園に通ってた経験がありますね はい、そうです どんな経験でしたか そうですね、典型的な家族ということで 両親が働いていまして ただ私を迎えに来てくれるのはいつも母でした ただ幼稚園はいつも午後に終わってしまうので 夕方まで母の仕事が終わるのを待た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でした そのための まあその まあその 迎えが来るのを まず学級というのが その幼稚園の中にありまして そこで いろいろな 先生たちと また他の 生徒たちと一緒に いろいろな活動をしながら その 母が来るのを夕方まで待っていました なるほど お母さんはどんな仕事をされていましたか 当時は保険会社に勤めていましたね なるほど とても忙しいでしょう そうですね 保険の外行員といいまして 外に行って いろんな会社と保険についてのお話をしてくる そういう職種でして大変忙し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そうですか 先生のお家では お母さんとお父さんのどちらが家事を担当されていましたか これは母ですね これも本当に典型的な日本の家族で 男は外で仕事 女は家で家事という そういう感じですよね 母はつまり 仕事と家事と両方しなければなって 本当に大変だったろうなと思います なるほど 分かりました そうですね それから先生ご自身にもついても伺いたいですけれども 日本の若者 日本人は今結構晩婚化とか未婚化というような現象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先生はどういうふうに結婚を見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 やはり結婚というのは多分多くの若者が同じように考え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やっぱりお金がかかるんですよ 何よりもそれが一番の不安ですね やはり経済的な基盤がない限りはなかなか結婚に踏み切れない そういうこと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ね これは日本の本当に多くの若者に共通している思いだと思います とにかく若者はお金がないし そしてその一方で教育には非常にお金がかかる そのような2つの状況があるという感じですね なるほど 失礼ですけれども先生は今年で36歳になりますね そう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先生もまだ結婚なさっていませんね そうですね その通りです やはり先ほど申しましたけど 経済的な基盤がない限り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いう感じです そうですか 特に結婚したいというような意識もない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 今の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ことは考えていません なるほど いろいろお話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接下来請大家思考以下問題 首先 日本女性的劳動力 為什麼呈M型曲線 請你說明理由 第二 日本老年人物理的特点和問題有哪些呢 第三 請你分析一下日本便当文化和它的變化 好 本次課就這樣了 謝謝 下次課再見